在教育裡面你要打破這些框架 其實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你不要在意分數 你不在意分數的話 很多事情就不 很多壞事就不會發生了 那人家會說 你說風涼話你成績都那麼好 你才可以講這種話 其實我成績一直沒有很好 我從小到達沒有考過第一名 然後有的時候成績還蠻爛的 但是我自己都會覺得就是說 成績好是因為怎麼樣而好的 我把這些題目搞懂了我就好了 那是真的有意義嗎 所以我也試過就花一點時間真的去讀 成績就好了 所以我知道怎麼做這件事了 那我就沒興趣了 有創意的人通常都是這樣 把一件事搞懂了 我就不必再花兩年的時間一直做這件事 除非說那是事業要用來賺錢的 那你就一直做下去 但是在課業上我就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搞懂了 那接下來我就不管 所以我不會把它背的恐慌爛熟 然後考試的時候很熟練的拿出來 然後考試就會犯一點小錯 那尤其是台灣這種考試呢 都是考你那個背那個細節的能力 比如說他會說答案是70.170.270.3還是70.4 你就是要算到那個最後一位小數你才答的對 可是美國的話呢 同樣題目就會說答案是2.370.2 345還是多少 所以你的觀念大方向對了 你就會選到正確的答案 所以這一點我是覺得是一個蠻大的差別 就是說考試會只注重那些細節 結果造成什麼 造成就是說台灣有很多人適合當秘書 因為他會把細節都搞得很清楚 可是當老闆他大方向抓不到 有人就在說我們的總統就是這樣子 這個的確是台灣教育上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至於其他的那些都是小問題 你說碰到不好的老師不好的家長什麼 那些每個國家都有 那重點就是考試制度上 因為你變成必須把細節都背得廣告爛的時候 練習得非常熟你才能考高分 然後又用那個分數作為未來前途的基礎 你有那個分數你常常進理論上認為比較好的學校 然後好的學校又認為說就只有那麼幾個 其實在美國的話他不會說這幾個學校就是有絕對的好 絕對的不好 而是在哪些方面這個學校好 哪些方面那個學校好 所以他一個州可以有十幾個好學校 每一個各自有不同專長的領域 在台灣變成說全部最好的通通都在台大 只有什麼台大沒有體育 那體育最好的在體育學院 藝術最好的在藝術學院 變成這樣子的做法 那在美國的話人家會說Stanford Berkley 排名對啊排名有差 但是很多人還是想上Berkley 可是台灣的話你會說 你去問任何學生 如果給他台大清大學的話 他是不是一定上台大 可是美國不會很多人就會選Berkley 不選Stanford 過去的話我要讀一個東西 我要嘛就是得弄一整本書 或者是說報紙上有一篇 或者雜誌上有一篇 可是我都是一堆一起來 然後找其中一段來看 書的話可能就是整本慢慢看 但是現代閱讀很多時候是很小片段的 這個並不是說它的內容是片段 而是說它篇幅很短 現在出版我可以一句話就出版 社群媒體上發表 那也許真正有價值的 就這麼一句話 過去的話我一定要累積到一本書 累積到一篇文章 然後去投稿上了才有機會發表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差異 就是說獲取知識的單元變小了很多 變小之後呢更容易獲取 然後而密度會增加 那就像說這個 亞斯伯格啊或者說ADHD啊 他沒辦法在一件事情上面集中太久的注意力 所以就要看一整本書是相當困難的 叫他坐在那邊一個學期上一門課 也是非常困難的 可是這種個性其實是人類的天性 你若是游牧民族的話 你隨時要注意有沒有獅子跑來 你的羊有沒有跑掉 所以你的注意力是不停的轉移的 那這種個性其實在游牧時代是非常能夠生存的 那真正要做下來很長時間專心做一件事 這種個性是什麼時候才有的 到農耕社會才有 你如果是在打獵的時候 你只看一個東西你就被吃掉了對不對 那農耕的話你就是要去不停的種這個田 讓它長東西出來 你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這種個性也是有天生的 所以到了農耕社會時代這種人的數量就會增加 那今天我們在工業革命之後剛起飛的這個階段 其實是還是農耕社會這種這種個性 你要坐在生產線上不停的做同樣的事情 可是到了現在的創新時代 所謂的小眾傳播啦這種客製化的服務的時候 反而又反過來了 是我那種注意力一直轉移的人比較合適 所以讀書也是一樣 有些人適合把一整本書消化完 有些人是適合東看一點西看一點 那電子書其實它還是書 可是網路文章它就不是一本書了 它可以東看西看 那我覺得未來的發展應該是會是一個組合性的 就是不是極端的只有看書的人跟看短文的人這兩種 是中間的光譜是完整的 有些人可以一個月看一本書平常只看零歲的 有些人是可以每天看一本書 那有些人的話就是在中間這樣子 其實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概念就是說 沒有一件事是符合所有人的嘛 那過去呢是由於我們整體社會要有效率 必須合大家力量起來做一件事情 所以在教育上會希望大家交出來品質化一 因為本來大家都不行 所以至少把大家都提升到這個層級 這個時候會打擊到一些特別突出的人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我也不覺得說應該為了這個去責怪我們的國家的教育當局 就是說當年為什麼不能讓天才出頭 因為40年前那個社會天才出頭是沒有用的 那只有就是說大量的生產 大量的製造出生產線的工人對國家經濟才有幫助 那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這種是被淘汰的 那必須是讓很多領域的天才能夠出頭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些家長在那邊講說 不如恢復聯考我覺得那搞錯了 就是說我們在從聯考轉移到多元教育的這個途中 遇到了一些挫折 但是不應該因為這樣就說那還不如回到聯考 就像說推翻地質 然後建立民主共和國 然後哇這個總統都可以會選 然後軍閥割據 啊那我們乾脆回到地質好了 對不起 是因為你路走了一半 你要繼續走到底真正民主化之後 一些好處才會顯現出來 你不能說因為這樣就要回到地質 同樣聯考也是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多元化教育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還一直在喊說 要一些起頭式的平等 這件事情要放掉 不平等就是不平等 你說不用考試用申請入學 有些特權的人可以進去 那又怎麼樣 你就讓這些特權的人進去嗎 如果這個學校都只有特權 而沒有程度的人進去的話 這學校就會爛掉嘛 他就會淘汰 那其他一些學校特權都進不去 但是這個程度好的都進得去 這個學校就算原來排名第20 他也會變成排名第一 這樣才對